消防员在云梯社救援平台不断CPR 还是没把伙伴陈志凡救回来 为了抢救张化桥有大楼恶火 陈志凡是首批顶着浓烟摸黑挺进火场的消防员 身上背负的空气瓶约可供应45分钟的呼吸时间 却在失踪6小时后才被找到 张化县消防大队也透露 事发当下陈志凡其实有透过无线电回报 因为浓烟非常大可能撤不下去需要帮忙 但当时活势不停向上串烧 抢救队员也无法进去救人 安全官表示有跟陈志凡联络还剩多少氧气 后来再联络就没有回应 陈志凡最后被发现 捣握在没有对外窗的浴室浴缸内 对此有消防员也表示 陈志凡在楼上的浓烟区域可能产生空间迷失 空气瓶用尽 准备要选择一个场所待救 却不幸选了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 身为家中长子的陈志凡 有两个妹妹曾跟爸爸一起当一霄 天生有救人的使命感 得知殉职消息 她的媚婿也心痛表示 火神如果有眼泪 那是因为妈妈的心在淌血 只是消防员进入火场 通常都会佩戴救命风鸣器 在胸前或腰际 当感知消防员30秒无动静 或是进入高温火场过久 都会持续发出高分贝的尖锐风鸣声 警示周遭队友尽速来持缘 增加生存机会 有火场幸存者也表示 待救期间一直有听到风鸣器的声响 但无法确认是不是陈志凡的装备 究竟他是否有佩戴或装备是否作用正常 现在引发外界质疑 不能让一条年轻生命无辜消逝 TV新闻众口报道